各位大漫主義往中華隊列車競爭到站 食物之越往前 下一站 盧密雪 一頓brunch吃了三粒半鐘 真是不惹小 首先要有一群合謊的朋友 第二食物不好的話 很難持續到 第三酒差點又打折球 最後氣氛搞不興的話也死定了 即是天時地利人和都要齊全 才做到一餐叫人回味的brunch 這樣就一點都不容易了 其實最後也一定要看價錢 這餐食物只吃不喝的只不過是590元 另外價230元的就任不喝 包括西班牙有氣酒 即等於西班牙香檳 以及他們最出名的sangria 只不過我班新人朋友 吃得happy 飲得夠high 所以未豪比那班士忍 給100元貼士那麼多 說回一餐brunch 我向來奉行 重則不重量 所以我最不喜歡吃的 其實反而是自助餐 因為一提到自助餐 所有人的態度或價值 就立即會有少許轉移 轉移了甚麼 他們一定會這樣說 有多少食物 值不值得吃 於是我最怕那些 宣稱有300種食物的自助餐 因為一個人胃口有限 頂多未吃50種也要下班 你計算一下 當你給了幾個水 明明有300種 但你只吃了50種 你總是覺得 我還有250種未吃 感覺上你會覺得自己 虧了 我就覺得這件事真的有問題 不過再加上不想虧的關係 所以就死則自己 吃多一點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甚麼都不好吃 因為你當了食物是你的仇人 很想將它們全吃到肚子 最後你只是跟自己有仇 跟自己作對 辛苦了自己 那又何苦呢 所以我喜歡吃的 相對選擇少 但較精緻的半自助餐 即使只有幾十種食物 但我保證你 每樣吃一件 吃一煮 吃一口 都飽到你上喉嚨 尤其是那餐brunch 還有不停供應的 說了的 西班牙香檬和sangria 有酒精的輔助 我告訴你 是甚麼都好吃得多 可惜 我說得再好吃也沒用 這一餐不適合酸柏文 因為它不能喝酒 我請拜託 我請拜託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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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